现在菜是十块一个人 三十多个菜 有大米饭头两个汤 随便他们吃 我去年卖了一天 去年卖八块 去年无价什么东西都涨得太高了 老百姓我这老朋友也赶回不去 这位地儿十块钱半包吃 我在这围房十块钱公斤 我这天也半包吃不了 十块钱花了二十块钱 这里是山东河泽的卷城市 今天带你们去看一个 可能是全国最便宜的自助餐 三十多道菜 十块钱一个人 晚宝 这个价格非常震撼的 过去看一下 炒豆皮 西红柿鸡蛋汤 青椒炒肉片 这个天气炒菜就有点热了 太热了 我太忘了 这个鸡蛋汤里边还放点小青菜 这个鸡蛋汤里边还放点小青菜 鸡蛋汤鸡块 土豆刷鸡块 鸡蛋刷鸡块 炒这煮料下半多两了 炒蒜苔 炒蒜苔 蒜苔炒肉 大家我发现你这边菜好像很多里面都放点肉 对 现在跟以前不一样了 以前这儿就老了吃 现在几乎家的生活都很好 你老了他不吃 大哥你家这个凉菜总共有多少道 凉菜总共有多少道 四道多有 十道凉菜 对 这是拌的黄瓜 对 过头上八方吧 那总共有多少道菜 三十多道 三十多道菜 对 属于自住行似的 对自住行的 多少钱呢 现在十块 十块钱一份 对 一个人 一个人 对随便吃 大米馒头 两个汤 三多个菜 随便吃 现在物价这么高 这十块钱能赚钱吗 现在赚不多 一个人赚一块多钱 那遇到翻大了 有的还赔钱呢 有翻大了 都有翻小的 对吧 现在就是物价太高了 跟原来一样 再买八块不行了 我赔钱了 赔本了 那你怎么没想想涨涨价呢 哎呀 不能卖的太贵了 多少挣点就行 这么只钱 农民工专民也不容易 这两件事是吧 您干这个干了多少年了 四年了 四年了 对 那原来是做什么的 原来高建筑 也在工地上面 对 在工地上干了十块钱 自己动手了兄弟 可以 他家菜为了怎么样 开情了 现在才上午的十点多 已经开始有人来吃饭了 这菜品种还真不爽 我们来看一下有什么菜 这个是麻辣豆腐 鸭血 这边还有个猪肺 炒猪肺 鸡头 这是蒜苔炒肉 炒猪肠 这边一个土豆鸡块 青椒炒鸡蛋 西红柿鸡蛋 这边里面都是凉菜 拌的有四几道凉菜 热吧 热呗 要不给他们打个棚呢 这个算还凉快点 原来吧 我一直在工地上干 干了十多年 知道农民工地我们也不容易 所以我 一开始想到老年年龄大了 为了找我老的 在工地附近干点活 开这个自助餐 方面农民工地我们也吃饭 说是在外边干的年活 也知道农民工吃饭不容易 跪了吧也不适合吃 不适合花钱 便宜的地方也不好找 所以 给了两户的一商量 给了工地一张 是吧 为了方便照顾老人也 干个自助餐 给了价格提的 农民工对我们得得社会 现在你做的自助餐 那有没有你在工地上赚得多呢 那没在工地上赚得多 那没在工地上赚得多 在工地上赚得比现在 现在比这多 那多 也只穿得不好的吧 没法照顾老人 一天哪有多少人吃饭呢 现在日本人左右吧 那你在一天也就是 这个工资钱啊 对 比还不如这个 在工地上打工 挣钱多的 这天太热了 今天估计得有个三十七八度了 那差不多吧 得三十七八度 大哥把外面装了两个风扇 最多的吃五六个馒头 吃两份菜 喝两碗汤 那就没钱赚了 对 那就赔钱了 这个就是得说平均一下 对 炒菜主要是您炒 大哥不准备炒菜 我看他 他拌凉菜 拌凉菜 嗯 那两口都蜂蜂了 对 可干个的 大姐你年来学没学过厨师啊 没有啊 那你怎么会炒菜的 跟大家自己做饭是一样 就是家常菜哈 对 你又装那装这里 他又不愿意吃 跟大家一样 他愿意吃 这个汤里面还要放点十三香 对 一大汤里面放碗呢 这里面还要放碗呢 嗯 累吧 下来点炒面哈 那你觉得 他家这个菜价格怎么样 你想想想想 外地也找不到 外地也找不到 到时候打了猪费,喜欢吃猪费 我们也来打点菜 来点这个签章 看很多人都打这个猪费 来几块 还有蒜苔,蒜苔炒肉 来点豆腐 在山东只能吃到米饭还不多见了 一般他们这边吃馒头比较多 来点米饭 来碗这个山东的特色,丸子汤 它这个丸子是干丸子 然后自己可以加汤 十块钱一个人,三十多道菜 你敢相信吗 这个价格应该是在全国都很少见的 我们打了点猪费 还有这个红烧豆腐 下面是蒜苔炒肉 这边还有一个山东的特色 丸子汤 到他这边来吃饭 实际上老板赚的就是一个威力的钱 所以说不能浪费 你能吃多少打多少 尝一下 最关键的就是这个白米饭 在山东南部你想吃到白米饭 其实是很不容易的 他这边有馒头有炒面还有米饭 你随便吃 尝一下这个味道 这个就是那个老豆腐烧出来的 红烧豆腐 他炒的这个菜实际上就是家常口味 到这边来吃饭实际上就是涂到一个经济实惠 十块钱在外地的话 我估计的连一碗好一点的面条 你都吃不到 哎这个炒猪肺 我感觉这个还蛮好吃的 这个 嗯 丸子汤 它里面这个小丸子 是非常脆的 然后你放在汤里面泡很久了 它还是脆的 这个可能就是山东那种特色叫焦丸子 他说这个是不是叫焦丸子 是叫焦丸子哈 焦丸子 这挺好吃的这个 好久没吃米饭了 吃米饭感觉特别香 嗯 他炒这个猪肺还真好吃 他家其实原来才卖八块钱 因为今年啊物价都上涨了嘛 所以他现在卖到了十块钱 老板说再卖八块钱他就要赔钱了 现在像这种良心的老板啊 真的不多见了 十块钱一个人 稍微碰到一点饭量大的人就要赔钱了 必须给这个良心老板点一个大大的赞